好 这也讲一下PMR的配置和使用 这个工具呢 我们说过PMR的工具呢 也有的叫PM2 怎么读都行 是我们Node.js在线上环境下 我们必须要了解的一个工具 我们要知道它的一些配置和使用 以及它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原理 所以说我们要知其人知其所有人 然后首先我们要介绍一下PMR是什么 比较简单演示一下 然后呢 我们要介绍一下PMR的配置和使用 就它怎么去配 怎么去用 然后呢 我们最后讲一下多进程模型 多进程模型呢 是PMR多进程这里面 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原理 你要知道为什么PMR要用多进程 或者说为什么我们Node.js要用多进程 它的一些基本的一些概念是什么 你了解它的一些原理 要不然的话你光默虾知道它用多进程 但是你不知道它用为什么 不知道它是为什么 这个也是不行的 OK 继续啊 PMR它是Node.js的一个精神管理工具 可以说是Node.js线上环境下 就是生长环境下用一个精神管理工具 那我们本地的环境下用的什么呢 本地的环境下我们用的是那个Node.js 我们看一下 好 我们打开这个Packet.json 就我们Packet.json里面这个DEV 它是用的什么 它是用的这个Node.js这个工具来去做的 这个是我们开外环境下的一个比较好的工具 它能自动重启 我们改变这个电脑 自动重启 但是现在我们就用PMR 然后安装呢可以用这个 NPM install PMR-J 就是全局安装就可以了 当然这个安装一般是在服务器上安装的 本地也可以安装 然后金属守护是什么 PMR的金属守护 就是说我们服务器一旦报错 一旦挂了之后 它PMR会自动帮我们重启 就是一旦报错之后 它会帮我们重启 这的话就会保证我们 在服务器端 一旦这个地方遇到了问题 服务器挂掉之后 它会帮我们自动重启 自动重启完之后 我们在访问其他的地方 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我们的服务器里面 我们不能保证它 在现实环境下 一点问题都没有 因为谁都不能保证 谁的系统 在现实环境下 一点都没有 所以说基于这个现状 就是不能保证 百分之百 全部正常运行的这个现状 那我们最好的方式就是说 一旦遇到了问题 万一遇到了问题 那我们的服务器 要通过一种机制 通过一种自动的机制 服务器过来之后 自动帮我们重启 这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方式 它自动帮我们重启 那就能保证 我们其他的地方 没有问题的地方 能再次正常运行 所以说这个就叫 进程守护 或者说守护进程都可以 然后呢是多进程 就是PMR支持我们 启动多进程 多进程呢 目里是更好的利用 CPU和内存 因为我们的 现在的服务器的 CPU和内存很大 CPU都是多核的 然后内存呢 也动辄发几十六个G 甚至是更多的一个内存 如果我们没有多进程的话 我们只有单进程 这个CPU和内存 我们都是没法 更好的利用的 这样的话 对服务器来说 就有点浪费 所以说我们为了 节省硬件资源 我们要必须要 把这个多进程 给它搞上来 当然至于为什么 多进程能更好的 利用CPU和内存呢 我们在最后 会给大家解释一下 总之我们要先知道 PMR支持多进程的 并且我们要知道 它是怎么去配置多进程 好 那我们接下来 介绍PMR的使用 首先呢 我们看一下 怎么的启动服务 然后呢 去看一下 它的长用命令是什么 然后呢 我们再去看一下 它的进程守护 好 这几个呢 我们就直接去演示就好了 到控制台里面呢 然后我们可以 先去 新建一个分支 就叫PMR就好了 建议面来之后 首先我们要安装 对吧 就NPM install PMR-J 这样安装就好了 这样安装完之后呢 我这已经安装了 大家去运行这个命令安装 按照完之后呢 大家看一下这个 PMR-Vorsion 有这个版本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命令就可以运行了 运行完之后呢 我们可以在这个 我看一下我们的系统中 这个Packet-J 里面呢 其实在个DEV下面呢 已经有一个叫PRD PRD的意思呢 就是这个PROD PROD就是这个 Production的一个简写 比如说 我们把环境变量 变成Production 然后呢 我们通过PMR-START 一个什么东西 就可以启动了 这个PMR-START 就是说启动的一个文件 然后这个BIN-CW 就是我们的 这个系统资产的文件 正好是我们DEV环境下 我们也是启动了这个文件 OK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运行 这个命令去看一下 它能不能启动 运行MPM-RUN-PROD 这个命令 好 大家看就已经启动了 这个地方 这个表格有点遮行 没有办法 我把这个控制台的 这个字体稍微缩小一下 缩小一下之后 我们再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PMR-START 就可以了 好 大家看 这样的话就不会遮行 但是虽然说 有点遮行 但是不影响看了 刚才运行这个 MPM-RUN-PROD 这个启动完之后呢 我们的这个 刚才说的表格 就是中文一个表格 然后这个表格 我们看一下 APPNAME 就是它的服务的名字 叫3W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 就是直接启动了这个文件 对吧 然后我们没有给它取名字 怎么取名字呢 我们后面会写一个配置 然后这个后面再说 它就默认取了这个3W为名字了 然后ID呢就是0 ID嘛就是一个标识 对吧 它就是从0开始了 好 然后接下来 像这个Washen 它是自己的一个版本 然后MOD是Folk 就是进程是Folk的形式 然后PID就是我们 在我们骚扰系统中的一个进程的ID 这是骚扰系统自动分配的 Thetas Online 就是线上模式 对吧 Restart0就是重启次数 我们没有重启过 然后Update Time 就是22秒 就是我们这个进程服务的时间 CPU就是占了5.7%的CPU 然后Memory呢 就是占了51兆的内存 接下来这个User Washen就是说 它是不是监听代码变化 自动重启 这个地方我们说了 Disable 这个其实我们也可以通过 我们接下来的配置去开启它 就这块开启 以及这块的这个名字的变化 我们都可以通过那个 接下来我们学习那个Permar的配置 去把它给搞起来 好 有两点需要注意啊 第一点就是说我们 相比于我们这个 NPM Run DEV这种方式 也就是说NodonMod这种方式 Permar的这种方式呢 它是后台运行的 也就是说它启动完之后 它不影响我们前台再去怎么操作 它是后台运行的 它已经生成了一个进程的ID 然后我们现在 凑了完之后看PermarList 它依然是有的 它依然是在运行中的 那这样的话 我们去访问一下 我们这个微博的首页 它其实是可以访问的 就说明这个服务在运行中 好 那我们看一下它基本的命令啊 PermarList 就是我们刚才演示的 PermarList呢 它是可以查看我们所有的这个 虽然我们这只有一个进程 它可以查看我们Permar服务的 所有进程的一个列表 这是一个表格的形式 然后PermarRestart Restart后面呢 可以加3w这个名字 也可以加这个ID 可以加这个0 就是可以重启服务 那重启服务呢 我们这儿重启完 其实我们看不到什么效果 我们可以简单改一下 比如说我们改一个 改个什么 改个名字吧 改个这个views playouts header里面 这个微博 我们改成一个叫做 目客微博了 好 就是把这个微博这个左上角 这个名字给改一下 我们看一下 Permar Restart 0 或者说Restart 3w都可以 好 重启完之后 大家看重启次数变成1了 刷新一下 这个地方就是目客微博 就已经出来了 好 这是重启 然后重启完之后 我们看一下 如果要停止的话 就停止这个进程的服务 我们就用Permar Stop Stop呢 有一个3w 或者说Permar 0 都可以啊 比如说我们Stop一下 好 Stop完之后 我这个status 就变成一个stop 就停止了 已经变红色的 这个时候我们再刷新 其实就看不到 它已经停止了 然后我们 我们想要把这个删除 就Stop之后 可能没用了 就我们就删除 删除怎么删除呢 就Permar Delete 0 或者说Delete 3w都可以 那你删完之后呢 这个就空了 如果是你不想删除 直接去再启动的话 你可以再执行这个 Permar的启动 Permar重启也可以 就是这个时候 它虽然是Stop的状态 但是它还是在那层中有的 就是它这个进程式 在挂载状态下 它是有的 那我们 执行这个就完全删除掉 然后我们就执行一个 比如说执行Permar Start 4w或者是0 就能把它再启动起来 比如说我们演示一个 Permar Delete 好 已经删完了对吧 删完之后 我们想再回来怎么办 那就NPM Run Product 我们就再重新 再启动一个 这个时候是另外重启的一个 大家看 这个Restart的这个 次数是0 就是另外重启的一个 跟之前删除的那个 已经不一样了 这个Prd也是不一样 大家看 Prd之前 进程ID 之前是58877 现在是5895 就进程已经不一样了 就是它重新启动了一个进程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个命令 叫Permar Info Permar Info里面写一个3w 或者说0 都可以啊 这样的话就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进程 或者这个系统的 所有的一些信息 比如说我们看一下代码 在什么目录下 就能看出来 然后比如说 它的一些日志的一些信息 我们能看出来 这个日志的信息 在我们后面再说啊 然后 Gase的信息也能看出来 反正就它的基本的信息都能看出来 包括这个brash的信息 就是这个 分支的信息也能看出来 好 那再看一个Permar Log Permar Log呢 它会输出什么东西呢 我们看一下 它输出了一个叫 什么3w error 这样log last 15 lines 就是最后15行 也就是说它 这里面有一个凑日志 最后15行 然后呢 接着有一个3w error 输出了一个 last 15 lines 就是正常的日出输至最后15行 那我们看一下 日志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大家看这个吧 3w error 输出了一个这个 这些东西 大家应该很常见 包括这个Circo语句 大家应该很常见 这些东西呢 是我们在控制台里面 就是我们在之前 没有用Permar的时候 我们在本机 去启动开发的时候 它会输出在控制台里面 但是一旦用了Permar 这些东西都会输出在 我们的这个 cll.log这个文件里面 包括错误也是 如果有错误的话 我们之前输出在控制台里面 但是呢 我们用了Permar之后 这个错误日志 会直接输出到我们这个 cll.log里面去 也就是说我们 线上的日志 我们都是可以记下来的 不管是错误日志 还是这个正常的日志 都是可以记下来的 这一点呢 我们就可以想说 我们连续到之前 我们讲的一个地方 比如说之前我们在 Cntr里面 创建微博的时候 我们这儿有个 创Catch对吧 大家记得吧 Catch完之后呢 它会Catch到一个目录 然后我们Consulted error 去把它打印出来 Consulted error打算出来之后 我们之前说过说 在开发环境下 我们只是打印到控制台上而已 但是一旦是在 身上环境下 在线上的环境下 如果是命中了 这么一个错误的话 它会自动识别 这个Consulted error 然后把它输出到这个 error.log里面来 所以说如果是 就是你在做那个开发的时候 你想要把某端错误日志 或者想把某端正常的日志 放在这个 现实环境下 要记录的话 你就可以用这种形式 比如说错误日志 可以用Consulted error的形式 去打印 正常日志 比如说我们这样写一个 Consulted.log 就是创建成功 这样的话 这个日志 创建成功这四个字 在现实环境下 会输出到这个 out.log里面来 所以说我们可以通过 这种方式来去记录日志 OK 这是日志 日志是一个很关键的信息 在线上环境下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 错误日志和这个 正常输出日志 我们去来一些问题 比如说这个有个错误日志 这个错误日志 是我刚才做测试的时候 故意输出了一个错误 这个我们等会可以在 进程守护的时候 我们再去重新来一遍 然后日志完之后 我们再看一个命令 叫PM2monet monet它是监控的意思 好 这样的话 它就会进入监控界面 最主要的信息 比如说我们看一下 我们这个进程 它用的内存是多少 现在是51兆内存 比如说我们这个进程 如果有内存泄漏的话 你这个时常监控一下 你就能看出来 它这个内存是有点 往上慢慢增长 但是不会销毁的 这样的话就会提醒你说 这个系统可能是有 这个内存泄漏的 这个时候你就派查就行了 总之这个地方是做监控用的 OK那我们停一下 好 汇总一下 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个 PM2团队的命令 PM2list 然后PM2restart Restart 比如说加一个3w或者0 然后PM2stop 加一个name或者说id PM2delete 然后PM2info 然后PM2log 开始制 然后PM2monit 看监控 好 这就是我们产生的 这个命令 通过这个命令呢 你用的把PM2里面的 所有的这个 启动的进程呢 给它管理起来 OK有个地方刚才忘了讲 有个细节 就是我们在运行 npm rundev和 npm run这个product的时候呢 环境电量是不一样的 一个是dev 一个是production 环境电量不一样的 就可能导致 我们的程序执行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 我们的配置里面 infig.js里面 这里面呢 我们有一个 或许是不是先任环境 大家记得吧 这里面有这个redis 这个mysigle的配置 不然的情况下呢 我们配置的是 这个本地的一个地址 那如果是 线上环境下 我们就应该配置 线上的redis地址 和配置线上的 mysigle地址 只不过呢 我们这个地方 我这儿没有线上的 所以说我就用本地的代替了 但实际项目中呢 这个地方我们应该 根据这个环境的不一样 我们应该配置 不一样的这个地址 OK 那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这个PM的启动啊 常用命令啊 以及 还有个竞争守护对吧 竞争守护 我们得一块说一下 竞争守护 我们说过 就是如果报错了之后 它会自动把我们重启 比如说我们 给它造一个错误吧 我们可以在这个error里面 给它造一个错误 比如说我们 这儿 比如说 故意制造一个错误 rootr.get 比如说叫什么 get an error 然后 ctx.body 比如正常情况下 反馈一个dason 比如说message xx 好 保存一下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重启 对吧 restart 好 重启完之后呢 我们看一下刷新 然后写一个get an error 好 大家看这已经出来了 对吧 但是我现在 比如说我们 这条新的改动 改了一个错误出来 在这个之前呢 我们 throw一个 error出来 好 这样的话 其实这个就不会运行了 对吧 它又报错了 完成之后 我们再去重启一下 好 这个时候 其实我去访问首页 应该没有问题啊 访问首页 我的空间都没有问题 但我不小心防御到什么呢 这个get an error 这个地方了 大家看 就报错了 报错之后 这个时候 我虽然说 这个地方有错 但是我不能影响 我其他地方的一个运行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其实 首页 我的空间 广场 这些都是可以用的 这就是竞争守护 比如说 虽然说 我这个地方有一个错误 就是像我们之前说的 我们不能保证 我们系统 每一个细节都不会有错 这个谁都不能保证呢 不能说每个地方都会有错 但是出错 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 先上出bug 也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 所以说 我们不能因为 一个地方的bug呢 就导致我们 其他地方都会受到影响 都会不能运行 所以说我们 出了问题之后 我们要去 经程守护起来 然后把该重启的 重启一下 这样的话 就会保证其他地方 照常去运行了 这就是我们的经程守护 其实有错误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prm log OK 往上翻一翻 这个里面呢 这个error.log里面 它其实就已经 把这个错误 给你记录下来了 然后可以通过这个错误 我们去排查一下 这个地方的问题 其实我们看到 这个地方的问题 我们就可以给它 别上了 加个注释 然后就把这个bug 给解决了对吧 bug解决之后 我们重新上线 然后我们重新 重启一下 应该就可以了 这样重启一下就可以了 就不会有错了 当然你不重启 它不会影响其他地方 但是你这个不重启 这个bug 你是因为解决不了的 好 那这就是 pmr的一些 服务旗动啊 和技能守护的一些解释 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 pmr的一个配置 感谢观看